2月20日 首架接载钻石公主号 游轮上106名香港居民的专机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乘客随机被送往俊阳村进行为期14天的强制检疫 早上约8时半 专机抵达停机坪 数名身穿防护衣人员登机协助 8时47分起 乘客开始陆续下机 他们全部佩戴口罩 随后登上停在一旁后面的旅游巴士 车上乘客座位间隔宽松 司机穿戴口罩 头套和防护衣等防护装备 约10时18分 有警车开到 首三辆旅游巴士率先驶入俊阳村 其余五辆旅游巴士陆续抵达 106名香港居民将在这里进行为期14天的强制检疫 作为香港刚落成未入住的公共屋村 俊阳村共五座大厦 被征用的是其中更靠近下坡方向的两座大厦 屋内灯已亮起 整个屋村被靠山坡 另外三面是街道 与附近的工厂区分隔 唯一的出入口设在上坡方向 被征用的两座与出入口相距甚远 最近的民居已相隔数百米 据悉 钻石公主号邮轮 1月20日从日本横滨启程后 途经多地 中间有乘客到达香港后 被发现感染新冠肺炎 2月4日邮轮抵达横滨后 日本政府对船上人员陆续进行病毒检测 并规定邮轮上除确诊感染者外的所有人 自2月5日起隔离14天 钻石公主号邮轮有乘客及船员约3700人 截至19日 所有乘客和船员中 被确诊感染的有621人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20日会见船媒时表示 此次包机工作的顺利进行 离不开中国驻日大使馆以及外交部出港特派员公署的努力 经过我们不同的人士的努力 特别是中国驻入大使馆的人员 以及香港特派员公署也派了一个工作队伍 去到日本多方面协调之后 令到之后的工作都是比较畅顺 所以我们最终是可以 今次是接载到106名香港的居民回来香港的 李家超一直出 香港特区政府希望20日可以撤离 所有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的香港居民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